强嫩毛新闻,触及你灵魂 2024年3月1日21点01分,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首次国情咨问演讲,及政府工作报告,这场演讲的收视率达到了51%超过了阿根廷足球队的世界杯决赛收视率。 米莱人狠话不多,首先专门针对自己的特权下狠手。 即卖掉总统专机,把自己的年薪20.5万美元退还给国家后,这次更逆天,宣布取消总统副总统议长议员们的退休特权。 退休后与平民一样,国家不再为这些人提供特殊的照顾。 米莱演讲金句评出,他说,有些人是因为害怕变革,有些人则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就政权的受益者。 我们必须让社会意识到,大多数政治阶层不愿意放弃特权,他们推翻了我要推行的政策。 我们还看到一些省长,他们只关心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资金,以便能够继续进行公共支出,好从中捞取油水。 我们的自由化改革模式将解放阿根廷人的生产力和恢复自由,以结束身份政治特权,但却被抵制变革的政治阶层所操纵和拒绝。 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,有一群人,那些政治老手,他们并不想失去过去政权的特权,他们不愿意接受现实,不认为阿根廷将结束了特权的时代。 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,政府用人民的钱来收买记者的意愿,这是不道德的。 除了这些金句之外,米莱在演讲中宣布将结束几十年来阿根廷的政治特权制度。 这种制度下,政客及其朋友享受一等公民的待遇,而普通阿根廷人只能是二等公民。 巨额的公共支出,赤子,财政问题,债务和货币印刷制度。 政治精英们利用着体制从优秀的阿根廷人那里夺取财富,并把财富分给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。 这就是一个有意识,有计划的体制,就像我所说的身份政治制度一样,它代表着政治特权和普通阿根廷人之间的根本对立。 过往的阿根廷政府就像一个犯罪组织,每一项许可,每一条规定,每一个程序,每一个行动,都是为了贿赂那些掌权的政客们。 政府的各个部门,包括行政、立法、司法等权力机构,以及各级政府都参与了这种腐败的计划,并且得到了依靠官方广告生存的媒体的支持。 他们之所以支持这种模式,是更诱人。 因为贿赂的回报比市场竞争的回报,但现在,在阿根廷,每十个人中就有六个生活在贫困中, 而很多政客,就像在座的很多人一样,却过着富裕的生活,现场打脸,不怕台下翻脸。 因为这会导致通货膨胀,让所有阿根廷人的钱贬值。 那么,我们凭什么要被通货膨胀剥夺呢? 最后这些钱,不是进入了政客的口袋吗? 网友评论说,这是全球最炸裂的政治宣言,表现出一如既往的自由意志主义和米莱风格, 让所有政治谎言和陈词烂调无处遁形。 他说,总统和副总统在任期间,国家已经给予相应的待遇, 所以退休后也应该和其他国民一样,不能再享受什么特权。 之前,他兑现了大选时的承诺,把政府部门砍掉了一半, 大批特权阶层因此失去了腐败的平台。 解雇了数万名公务员,取消了许多补贴, 减少了对各省敲诈勒索式的转移支付,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, 解除外汇限制也指日可待。 这次,他把矛头对准硬骨涛工会阶层。 在3月1日给议会的国情咨文中, 米莱还要求工会以及所有公共组织的领导, 必须在司法监督下定期公开选举, 四年一届,最多连任一届。 工会组织要真正为阿根廷人民服务, 而不是成为蛀虫们的特权温床。 在国情咨文大会上, 米莱还对阿根廷近年来的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。 他说,过去20年是历史上的一次严重经济灾难, 公共支出疯狂增长, 不受控制的货币发行, 以及给未来政府留下了最糟糕的负担。 米莱表示, 目前的阿根廷浪费越来越多, 给予善良的阿根廷人民的福祉越来越少。 阿根廷政府成为一个犯罪组织, 每个程序背后都有一个特权组织在操纵。 他认为, 特权阶层活得像君主一样是一种粗鄙的浪费。 他说, 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制贫模式后, 最近20年是一场经济灾难, 伴随着过度的公共开支和无节制的货币发行, 这是一个政府所接手的最糟糕的遗产。 同时, 米莱还决定取消官办媒体, 直接关闭最大的官媒美洲通讯社。 米莱认为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, 政府花钱去养一群鼓吹政府的废物完全没有必要。 美洲通讯社旨在帮前总统和政府鼓吹宣传和粉饰, 而对总统及其官员们家族腐败却充耳不闻, 反而不断掩盖和喷香水。 根据司法部门掌握的材料, 克里斯蒂娜在2007年就任阿根廷总统前成立了一家投资和金融咨询公司, 她和丈夫、儿子都是公司成员。 他们的儿子马克西默担任公司的总经理, 反对党指责克里斯蒂娜的个人财产增长过快。 2022年12月, 克里斯蒂娜总统因贪腐被判六年监禁。 米莱还宣布, 那些因腐败被判刑的人员将失去官员所享有的任何福利, 众生不得参加国家各级选举, 不得担任任何公职。 那些因参加罢工而未能到岗的公共职员将被扣除当天的薪资。 对于未来, 米莱称, 她得到了数百万想要真正变革的阿根廷人的支持, 她有雄心, 也有决心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, 还人民一个重新富裕的新阿根廷。 米莱还向阿根廷国会提出五月协议。 作为国家新的社会契约, 她邀请国会于5月25日在科尔多瓦与她一起签署以下十点改革承诺。 一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。 二、不可谈判的财政平衡。 三、公共支出减少至历史水平,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%。 四、税收改革, 减轻税收负担, 减化阿根廷人的生活并促进贸易。 五、重新讨论联邦税收与各省的分享, 以结束当前的敲诈勒索模式。 六个省承诺促进国家自然资源的利用。 七、促进正规就业的现代劳动改革。 八、养老金改革应赋予制度可持续性, 尊重缴费者并允许愿意的人加入私人退休制度。 九、结构性政治改革, 改变现行制度, 重新调整代表与被代表的利益。 十、国际贸易的开放, 使阿根廷再次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角。 。